女人含情默默,一把拉住春生表白,春生历时耸了转头要逃,不想女人随即猛地将她抱住,原来就在刚才,春生因和媳妇办了几句嘴,外出散心,正巧碰到同时小丁,小丁一直喜欢着春生,于是借口衣服淋湿,将她带回家中更换,得知春生因为工作的事情,和老婆吵架,便想雇她来自己店里工作,并且大方地要送她一部手机,相装无建议在配工。 看着眼带桃花的小丁,春生哪能不知她的用意,只得处处小心应对,眼看春生有意躲避自己,小丁暗声一计,声称领春生参观参观房子,春生无法拒绝,只得跟随她来到里间,没想到刚到门口,小丁就发起了攻势,与此同时小丁的男友打招,突然眼皮直跳,预感有事发生,再也无心工作,开车转了几圈之后,最终往家赶去,而另一边,春生也悬崖了马, 守住了底线,正当两人尴尬之间,大周推满而入,小丁连忙解释,正在教春生打游戏,大周一听,游戏我会我教你,心可真够大的。 小辈怀孕了,看着检查结果,她有点萌,医生一看,真是不想要呀,于是自顾自的,给小辈推荐其处理的办法,还一直介绍进口的好,弄得小辈哭笑不得,我怀孕了,有什么注意事项? 医生这才知道弄错了,这样我可得翻翻书看看,小辈顿时生气要走,哎呀,你做不做呀,我做你个得人。 春生得知媳妇怀孕,激动不已,来到岳母家中,要将此事告诉大家,不想刚进门,大舅哥的几句话,顿时让春生转洗为怒,下岗有什么呀? 干脆,你就别找工作了,在家伺候小辈,让他给你开工资,春生知道他是身体瘫痪,无处发现怒口,故意找事,并没在意,可是大舅哥不依不饶你,你这么年轻要什么孩子,将来还不知道什么样了,眼看春生要怒,岳母连忙出来治治儿子,不想大舅哥接下来的话,又惊到了大家,原来他要将自己上百万的豪车,送给春生以后接孩子用,大家以为他是在说其话, 没想到大舅哥主义已定,原来他现在终身瘫痪,载好的车在他眼中,也是废铁一款,看着还烦,真好,春生白得一辆豪车 大舅哥送给妹夫春生一辆豪车,春生不但高兴不起来,反而郁闷无比,给我个路虎开,让我去找工作,人家都觉得我脑子有毛病,他就是想通过别人的嘴骂我,太损了,工作没找到,可烦心的是一件接一件,春生闲来无事, 来到大哥的包子铺,没想到生意一场火爆,看着嫂子快咧到腮帮子的嘴,春生更加郁闷,论学历,论能力,他样样都比哥哥强,可如今,自己却成了无业游民,外面受到打击,可回家也好不到哪去,媳妇小辈吃饭的时候,自包中拿出一打钱,制约伙食费,我的工资养得起你,春生一听顿时不乐意了, 小辈知道诱伤丈夫子尊了,连忙道歉赶紧溜了,就在他前脚刚走,纠缠不清的小丁,又打来了电话,要借他的豪车拉点东西,可万万没想到,就在他卖力地帮小丁搬货的时候,这一幕却被路过的小辈看了个正着,一场好戏即将上演。